你好 你好 2015南投溫泉季北港西嘉年華系列活動 將在15號與北港西溫泉區舉辦 會吸引遊客入鄉遊玩 上午10點前免費入園 並祭出多項遊會 主要是希望民眾能夠提前一天來晚及住宿 藉此帶動地方觀光產業發展 10點前全國民眾可以免費入園來遊玩及參加活動 是希望大家可以藉由這個活動及優惠 提前一天來到我們國慶鄉來玩 那我們當天除了一連串精彩的表演之外 我們還邀請到國慶知名的咖啡業者 還有農特產品的業者來到現場來做展示 還提供遊客來做品嘗 我們也特別將我們的溫泉區以及我們的餐廳 營造成我們北投溫泉鄉的風格 那遊客可以到我們裡面呢 品嘗美食以及喝點小酒 那聽點拿卡錫的音樂來回味復古溫泉鄉的感覺 除了豐富表演節目 農特產品展示 幾國性咖啡等美食免費品嘗外 即日起到12月31日南投溫泉季期間 民眾只要到北港溪溫泉區的粉絲團 下載時數優惠券 就可享有近30家業者提供的超值優惠 例如泰雅度假村如果下載時數優惠券 入園原價只要450 那特價250元一票完到底 那住宿還有7者的優惠喔 那有將近30家的業者 都提供了下載優惠 希望說我們這個發展這邊的 目前已經有成型的是 像泰雅度假村跟我們匯村林場 那這樣一些餐廳也做得都不錯 那希望說透過我們的媒體的介紹呢 希望說再更加的把這些溫泉的元素 跟美食能夠把它結合在一起 議員表示 北港溪溫泉與盧山溫泉為同意全賣 隨之清澈 遊客在活動期間 除了可以享受泡湯樂趣 也能順道著訪鄰近的 互助春溪博美園及會順林場等景點 保證不需此行 國城交流度一段落 包括來遊義棧 吃我們的客家美食 對著北港客的糯米橋 那麼最後呢 就來我們北港溪溫泉區來泡湯 而且在附近的油漏很多 就是說糯米橋以外還有 這個媒員沒那麼多 可以來吸引所有的遊客 尤其對我們的溫泉泡湯以後 讓我們特別好的印象 特別好的舒適感 以南投道地食材查竹美 與北港溪溫泉區特有的食材 創造出一道道不同風味的溫泉美食 讓人實質大動 北港溪溫泉區的資源相當豐富 溫泉遊樂美食及文化 歡迎喜愛泡湯的民眾 來南投泡湯享用美食 民意新聞 宏益倫 人愛鄉採訪報導